有的时候,大家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下去才会看到希望。 11月22号,奥运会跳水冠军郭晶晶在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公开讲座,以拨水见光,追逐梦想为主题,向广大师生分享他的运动员生涯和奥运夺金的经历,勉励年轻人勇敢追梦。 1981年出生的郭晶晶有跳水皇后之称,曾参加过四级奥运会,四金二银的奥运奖牌术,让她成为第一位在跳水项目上获得六枚奖牌的女子运动员。 谈起当初选择跳水的原因,郭晶晶坦言,这完全是误打误撞。 她们不会游泳,所以当理方教练来学校挑选一队员的时候呢,我就举手说,我想去学跳水,我以为是去学游泳,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跳水池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看到那个跳台说,啊,这个怎么这么高? 然后我拉着妈妈的手就往外走,说,咱来错地方了,回家吧。 可出门的时候,见到了教练,教练就说,啊,你既然都来了,那就试试吧。 可我那个时候呢,胆子特别小,所有动作都是躲到最后,先看看其他小朋友跳下去跳得怎样,好像没有什么危险,我才跟着往下跳。 就是这样一个胆小害羞,只敢跟跳的小女孩,在体校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展露了跳水的天资。 1993年入选国家跳水队,三年后,年仅14岁的郭晶晶开启了她的奥运之旅。 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无缘领奖台,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止步第二名,郭晶晶说,与奥运冠军的擦肩而过,让她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但她不愿意放弃, 在退役和继续做运动员这两条路中,她选择了后者。 记得当时比赛一结束,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呢,我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一是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可是也对不起我的教练。 整个队伍,所有教练都是金牌教练,只是我的教练没有拿到金牌。 那种对冠军的渴望,没有圆梦的巨大落差,并没有让我意志消沉,打退堂鼓。 反而让我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从自身出发。 活在当下,我知道过程往往更重要。 每天哪怕只有0.1的进步,也是值得的。 这复四年,终于,在2004年的雅顶奥运会上,郭晶晶一举获得女子担任三米板冠军,与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两枚奥运金牌,圆了她的奥运冠军梦。 在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她再次获得女子担任三米板冠军,及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 在当天的交流环节,不少从内地来到香港理工大学读书的学生表达了对郭晶晶的崇拜与喜爱。 郭晶晶也分享了,在外界对自己产生巨大期待时,应如何调节心态。 08年奥运的时候,在北京,就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去拿冠军的,但其实我真不是。 因为我在当时在奥运前的一月的世界杯的比赛中我还输了。 那个时候我要怎么去缓解我周围带给我巨大的压力呢? 其实第一,我就是不去在乎大家对我的期待。 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 2011年,29岁的郭晶晶宣布退役,婚后,她与丈夫霍启刚来到香港定居。 初来香港的她不懂粤语,没有朋友。 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她慢慢认识了这个包容的城市,融入到香港这个东方蜘蛛的国际大都市。 她说,希望年轻人可以多走出去,多经历,多体验,感受不同的风景。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体验,是选择稳定安逸一成不变,还是放眼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正是给我们年轻一代提供无限发展的可能,是一次难逢的机遇。 因为你们拥有着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把你们所思所想付出实现,不断地提升自我,打破内心设下的壁垒。 据悉,此次讲座是为庆祝香港理工大学85周年校庆的公开讲座,讲座吸引超过800名嘉宾、师生、校友和公众参与。 我从8岁时候就开始喜欢上国际精英女士,那个时候就是看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搬起小碗凳,直接坐在电视机面前。 在这个讲座上我学到了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就像郭女士一样,为自己的梦想而不断奋斗,才能最终达成目标。 郭女士她也是从内地过来的,然后她刚过来香港这边也是没有朋友,语言不通,面临这些问题。 那她给我们分享了许多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的一些好的经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 感谢观看